大甲媽祖回籃 服教的副董 鄭明昆跟前方光頭男子 爆發口角 眼見對方遲遲不肯 聽卻離開 鄭明昆氣到直接挥拳打人 鄭明昆 欸 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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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明昆邊打還邊爆出口 似乎真的很生氣 最後伸手壓了對方的頭 將他趕出轎前 整個過程至少朝他打了五六拳 他就這樣 經過一夜肚子上的傷痕依舊紅腫 他就是遭到鄭明昆 出拳毆打的正姓男子 讓我被我女兒服教 他說好 然後我才過去的 鄭明昆就叫我出來 我說他不是講好了 然後他說出去 他說當時帶著一歲半女兒 服教祈福 經過教班人員同意 才有辦法進到軟教前方 沒想到就被驅趕 懷裡的女兒 更是嚇得哇哇大哭 我去被打擊血我也不知道 我女兒已經哭到快崩潰了 鄭明昆指說 如果自己要鬧事 不可能拿女兒安全開玩笑 對廟方指控他酒醉故意擋架 根本是轉移焦點 因此到警局提告傷害 這兩個董事長 不說要領包力 怎麼會當著 當著我小孩面前打我 你副董事長動手 打人風波發生後 鄭明昆始終沒有出面回應 而廟方表示 既然對方提告 將配合警方協助調查 TVBS新聞 李學維 施協員 舒泰銀 張子民 台北台中 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